民眾說買不到蛋 就是說沒有買不到蛋 結果我們的政府說什麼 我們政府說 不會是買不到蛋 是買不到便宜的蛋 然後說這個事情真的是太誇張 怎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這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為什麼 因為到底買得到蛋 或者買不到蛋 你去問一問就知道 像我有一個朋友他是蛋商 我就問他 我說現在到底是買不到蛋 還是買不到便宜的蛋 他說當然是買不到蛋 為什麼 因為現在蛋的產量下降了 這麼簡單 我說為什麼蛋產量下降 因為雞不夠 我怎麼雞不夠 因為去年823水災的時候 死了200萬隻雞 所以產雞的量少了 蛋當然就少了 還有去年年初的時候 雞的疫苗出錯 雞要打疫苗 雞的疫苗出錯 導致於雞的蛋的產能下降 一隻雞產能下降20% 那不就是蛋就變少 還有最近氣溫異常 所以蛋的量也變少 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整個蛋市場上的需求是 是10萬箱 現在只能生產大概8萬箱左右 那就量不夠 結果你問一問就知道事情 我們的農委會怎麼回答 我們農委會說 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所以所有的問題都是同一個 就是我們政府的心態 第一個 你不去了解問題 所以你的政策只要一推出來 你就馬上被打槍 第二個 你的心態 我們政府已經變成一個 鄉民化的心態 就是說我要去 你的講法我不接受 我寧可要去罵你 不管是撿到槍也好 或說你是個大腦 是個好東西也好 就像我剛剛 像農委會如果搞不好 聽到我這樣子講 搞不好他們要發臉書 就是說這個葉元資 大腦是個好東西 好好保護他 不要被污染 他個人就是這樣對我 他不能夠接受我們的說法 政府已經失去信任了 所以你只要推任何一個政策 你是 也許是利益良善 但是大家都會覺得是不好政策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以後就會越來越糟 越來越糟 就是一個失能政府 就是執政的官員 往往忽略了民眾的感受 很多政策都是一廂情願的 就自己在象牙塔裡頭制定 或者是自己沾沾自喜的 認為說這是一個德政 可是最後你推出來之後發現 其實民眾不但不領情 甚至民眾的感受 可能跟政府官員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剛才講到撿到槍 蔡英文今天很開心的出來說 因為他調薪調到23100 所以他說民眾不用撿到槍 年輕人就可以加薪了 可是蔡英文忘記了幾件事情 他忘記了前年底 他的夢想是3萬 不是23100 前年底他說他的夢想 是把基本工資調到3萬元 那個時候一樣是施菌吉 還出來打算盤 幫他算了說這個3萬元 不是一個夢想 是可以實現的 結果過了一年多 3萬元沒有實現 只有23100 那麼蔡英文有什麼好高興的 還不用拿到去比 賴清德對外宣布說 台灣去年的平均薪資是多少 是49989 23100連一半都沒有 所以拿一個23100出來 就告訴大家說加了15% 這代表是一個德政 年輕人不用撿到槍 可是年輕人根本就沒有高興 也沒有感謝他 不管有沒有撿到槍 那麼講到朱瘟也是一樣的問題 最後你發現原來非洲朱瘟 對蔡英文最重要的是 拿來對抗北京的一個武器 所以只要跟對抗北京有關的 非洲朱瘟就很重要了 滷肉飯裡頭將來還能不能賣 還有沒有滷肉就非常重要了 他如果真的這麼重要 他就會用最高標準來處理這件事情 就像剛才沈大嬤講的 我們過去在立法院裡頭 很少看到中央標準比地方政府寬的 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通常地方政府都比較寬鬆 因為他們有選民的壓力 他們有地方上的人情包袱 所以往往是中央用更高的標準 來要求地方來執行 可是這是第一次看到 中央居然標準比地方寬鬆 而且寬鬆到說 先有一隻非洲豬瘟再說 有了還來得及嗎 有的時候處理的時候 這個防疫漏洞還補得起來嗎 可是為什麼當你要面對 中國大陸的時候 非洲豬瘟就變得天大地大了 可是當面對到內部事件 處理的時候 看起來你好像也不是這麼在乎 所以一個非洲豬瘟 卻有兩種不同的態度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蔡英文在內心裡頭 是不是真的把非洲豬瘟 當作是一個民生事件 或者是防疫事件來處理 那更不用講雞蛋的問題了 農委會的回答說 買不到跟去年蛋價一樣低的雞蛋 我們現在誰還記得 去年雞蛋的蛋價是多少 你就算現在去問家庭主婦好了 他可能都不記得 一年前的雞蛋蛋價是多少 我可能記得上個禮拜是多少 上個月是多少 可是你要講到一年前 這根本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可是一個農委會的官員 在回應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用庶民的角度 用庶民的眼光 用庶民的感受 來回答這個問題 你怎麼會回答一個 這麼天兵的答案 這個答案回答出來 不但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你只會增加民怨而已 所以我在看到這段時間 民進黨政府官員的處理的態度 我會覺得很難過的是 我們當然希望看到 民進黨在2018敗選之後 他真的有改變 因為民進黨改變 才能夠逼國民黨改變 大家一起改變 可是如果民進黨今天 處理事情的態度是這個樣子 他所謂的改革 他所謂的改變 其實只不過是嘴巴講講 只不過是敗選之後的 對民眾的一些喊話 可是真正面臨到事件的時候 他還是固態附謀 那麼我認為民進黨要在2020 能夠洗刷2018的恥辱 能夠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氣象 恐怕真的還是蠻困難的